秋葵又名羊角豆、咖啡黄葵、毛茄 目前黄秋葵已成为人们所热追高档营养保健蔬菜,风靡全球 它的可食用部分是果夹 又分绿色和红色两种 其脆嫩多汁、滑润不腻 香味独特、深受民众的青睐 秋葵含有果胶、牛乳聚糖等 具有帮助消化、治疗胃炎和胃溃疡 保护皮肤和胃棉膜之功效 被誉为人类最佳的保健蔬菜之一 其含有铁、钙及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 有预防贫穴的效果 它分泌的棉蛋白有保护胃壁的作用 并促进胃液分泌 提高食欲、改善消化不良等症 含有维生素A 有益于视网膜健康、维护视力 对精壮年和运动员而言 秋葵可消除疲劳 迅速恢复体力 同时秋葵嫩果中含有一种粘性液 质及阿拉伯聚糖 半乳聚糖、熟里聚糖、蛋白质 草酸钙等经常食用帮助消化 增强体力、保护肝脏、健胃整肠 秋葵含有特殊的具有药效的成分 能强肾补虚 对男性气质性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 是一种适宜的营养保健蔬菜 享有植物伟哥之美誉 另外由于黄秋葵富含有新和锡等微量元素 能增强人体防癌抗癌 加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可溶性纤维 不仅对皮肤具有保健作用 且能使皮肤美白、细嫩 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起源于硬度的 质糖尿病偏方 这个偏方超级简单 秋葵泡水 服用两个星期之后 血糖就会开始下降 要注意的是秋葵性偏寒凉 脾胃虚寒及容易腹泻者不宜多吃 如药饮用秋葵水 可以采用生姜秋葵水的配方 如果单位用秋葵来降血糖 则将水煮滚后放凉至室温后使用 适用耐糖量低 或是二期糖尿病初期的病人 生姜秋葵水 准备材料 秋葵两根 生姜两片 一、新鲜秋葵不煮 去头去尾 切片 二、两片将在水中包出味 放凉 三、用室温将水一杯浸泡秋葵一碗 隔天晨起滤渣后空腹饮用 注意 不要热水 不要冰水 把沸腾后的水量至室温 一、调节血糖 秋葵的粘液能抑制糖分吸收 可改善糖尿病 二、降血脂 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能预防心血管疾病 三、排毒护肝 秋葵的果胶能帮助排毒、护肝 四、预防骨质说松 秋葵的钙质吸收率是牛奶的二倍 五、保护眼睛 秋葵含有维生素A及胡萝卜素 能保健视力 六、减肥及瘦身 低热量、高纤维 以及丰富的蛋白质是减重好帮手 七、补血 含有丰富的铁质可帮助造血、预防贫血 八、预防大肠癌 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能保护肠胃、预防大肠癌 九、美白抗老 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让皮肤白皙、有弹性 什么人不适合吃秋葵 一、脾胃虚寒及容易腹泻的人 不要多吃 二、因为甲含量较高 所以洗肾病患药适量食用